生命当中有救命恩人这件事情 是非常美好的 我在十年前得了白血病 有我的恩人 他能够一不容值地捐水给我 在我复发了之后 还捐了两次淋巴球给我 我也好希望跟我一样的病友 也有像我一样 这么宝贵的重生机会 整整在医院 做大的疗程是八次 然后每做一次疗程 就跟生死走一关 我要谢谢捐骨髓给我的人 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救了我一命 也救了我全家的人 我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爱心 不管是捐血或捐骨髓 请大家帮帮他们 因为还有人在等待 夜深人静的时候 只剩我跟我太太的时候 我们必须很严肃地去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我离开了 他肚子里面五个月的小孩怎么办 那骨髓一直第一个顺位就是 看看亲人的骨髓是不是可以 在很短时间内就确定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只有寄托在 实际的骨髓是要哭 所以我希望说 请你一定要站出来 帮帮这些需要你的人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活下去 谢谢你 让生命没有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